伊德克 諾維莉獎第一屆 什麼獎 搬了什麼領域 不知道 諾維莉獎知道文情 那生物醫學 不知道 因為那個是維埃德保大學的教授 他們散敗之後怎麼樣 全部被帶走 全部都被帶走 好 那第三個怎麼樣 你剛剛不是講第十二嗎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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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說諾維獎第一屆 第一屆諾維獎搬給是什麼 我猜是 傷口感染的 不是 胰島素 萃取胰島素 最早 我們現在是用人工合成的 用基因合成的胰島素 早期的胰島素的話 是用豬裡面去萃取 那是德國 德國他們的技術 他靠那個鑽石 賺了很多錢 德國豬很有名 德國豬很有名 他們用來萃取胰島素早期 現在的胰島素是像糖尿病嘛 糖尿病不是中國人的 像歐洲人也有糖尿病 他靠這三個要賺大量的錢 然後所以他們德國可以經歷起兩次 兩次戰敗還可以講起 他最主要就是拿到這三種 一個是天文 一個是醫學 一個是違證 違證書 那各位有機會的話 如果去歐洲玩 不要跟團 說到那個醫學咧 我們那時候去鑰匙佛館的時候 就看到一去阿巴巴就想 這個都是我們中國的阿 有什麼好看的 我那時候一哥老婆就說 在中國已經講不到了 不是 你們這些阿拉阿 到底懂不懂阿 這很重要的 人家是 他有個專櫃 有櫃就像這三個一樣 就上面告訴你 我們德國之所以強盛 就是靠這三個 你看大陸人覺得 這都瘋了 我都瘋了 什麼中藥的 櫃子有什麼了不起的 阿斯匹林 他就上面就講 為什麼他們可以研發出阿斯匹林 他就跟你講 根據的就是黃河流域 因為當時看到他們有這個習性 冬天來就會把柳樹彈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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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 然後去煮熬一鍋湯 就是水洋酸 然後就加一點 就水洋酸 就是阿斯匹林 他會在那邊就會寫了很多 他們為什麼靠這三個藥而強生 各位很記憶的 我們中國古代的庭院 都會種柳樹 各位如果你家裡吃湯 放著會怎麼樣 水不流動的話 會臭臭掉 臭掉 旁邊你一定會有種樹 一樣會臭 為什麼柳樹種下去 就不會臭 因為柳樹的根一樣會發 會分泌柳洋酸 柳洋酸會具有殺菌的功用 大家香港講有沒有 你可以看仔細看 吃吃後面他就有一個 關注成分 所以醫師有有香港小的人可以去把那個 你柳樹煮一鍋湯 柳柳樹可以來煮湯去泡茶 這樣子還是怎樣 你可以看嘛 我不敢這麼說啦 但是你可以看吃吃後面就有 我應該下次來帶大家穿月一樣 吃吃 他下面後面就有 現在人家家裡都不敢種榕樹 他會串根 派那個屋子 屋子的那個地基 那流樹是沒有關係嗎 流樹是往下轉 他不會串到旁邊 像你看颱風 你記得颱風鍋 你去看公園 他上面 他的根基大概就是這樣子 嗯 這是塗辣 他根就這樣子 一坨 這是樹根 然後他只會這樣 那台灣種樹是一個非常不好的種樹方法 我那時候在97年的時候 被派去美國開全世界的法醫 我特別去美國看了一下種樹 台灣種樹 我現在在草草草草草 種樹保護樹協論 等美國怎麼種樹 喔這棵樹要插下去 台灣種樹 喔這個有個坑 我把它插 種下去 不對 第一個要先 照 要挖75公分 耶 耶 第一個你要把這棒子 喔你挖了75公分 照 好這下去樹放進去 樹根放進去 樹好的 這是一棵樹 它下面有一坨 好 你這樹 你凸出來要 至少要這個高度 在凸裡面要這麼深啊 對 75公分 75公分這樣子 第一個它不會倒 而且它還有足夠空間去 去生長 生長側邊的 植物往下長一公尺 比往上長一公尺 還要難十倍 十倍以上 因為下面有土壤啊 還要抓那個石頭 如果石頭還要抓 所以說美國他們 洛杉磯 洛杉磯 洛杉磯的重樹規矩 就是要往下 一定要有75公分 升 那我之前也認識 那個台東聯合局 的時候 台灣你給它要求 這75公分 馬上會跟你講 什麼 翻臉 你各位有機會 看那個FB 他們德國 德國重樹 不是有機器手臂嗎 你 你知道那個手臂多長嗎 那個讓斜線上踩下去 我們特區等 我就真的看光那個樹 那我騎車子啊 三公尺 那是大樹才需要七十公分 小樹不用 小樹 沒有 就是說種行道樹 我們那時候看 那個洛杉磯的音樂廳 旁邊它在種樹 我猜 他們如果講七十公分 就以前種樹就要怎麼辦 以前種樹怎麼辦 就是我會跟你講說 事實上很多 我們應該是發 要要求是 這個生路 而不是感覺 你怎麼修啊 現在 現在的修解數字 已經比較人性了 以前這種斷頭長 斷頭長 長完之後 死掉了 再花錢 再來買 曾經就是 有一個叫慈喪香 慈喪香在民國 九十年的時候 你知道嗎 以前地方政府 為了要賺錢 中間都會抽成嗎 他就全部長完了 全部死掉 再隔壁發包 Owen Jane Tyler 再發包再重新種樹 哇 一個產業鏈啊 對啊 所以說我們那時候 在地監督就 去敲啊 就去查了畢案啊 真的是有一定程度的 可以深入了解 對啊 對啊 真的啊 我們現在在台中這樣 一群好簡單 有問題 就去上線 剪釘開始釘 真的就有問題 對啊 各位 你們今天看 金城武術 有沒有 它什麼術 那個以前 那邊 以前更漂亮耶 對啊 他們都有 對啊 不能 都有 德國偷了三樣東西 只有醫學對他們的幫助啊 不只啦 不只 天文 天文 好 等到我們 等到下去 我會講到高速公羅 高速公羅 為什麼當時西大利亞建 高速公羅 為了想建作將 對啊 真華 對 他當時西大利亞已經到了 東邊的俄國 西邊的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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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何移動這高速的移動 鐵路或公路 可以走鐵路啊 為什麼突然想一個特別好的 下一個高速公路 記得去柏林 一定要騎出重機 七下高速公路 那一條 西特時代蓋的高速公路 他那時候你去柏林大學 所以就看他 他們當時就研究那個 我剛剛講過 當時他們把中國的天文儀器 移到了德國柏林 柏林有關卡 波斯坦 他在那邊 誰負責研究裡面的 柏林大學的教授 好 那我回頭來講 為什麼 八國聯群他們來 只搬三種東西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那時候我去的時候 我就很忙去問他 我同學在那邊 我就問他 為什麼你們只搬三種東西 德國要搬三種 因為他們在其他地方找不到 結果中國找不到 可是中國有那麼多東西 我如果我軍隊進來 我只搬三種我就搬四種 其他中國都不值錢嗎 他一般你都黃金吧 黃金他們有搬很多 他們搬完就走 這些東西 最重要的地 就回去了 黃金一定會搬 但是不是重點項目 我軍隊進來 我一定要鎖定 我要什麼東西啊 那我那時候就很好奇 為什麼 他們目標就是下這個命令 三種東西 他就告訴我一句話 第一個來中國的傳教師叫誰 利馬鬥 利馬鬥 是哪一國人 德國 意大利還是德國 我們以前的課本 告訴我們叫義大利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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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大利 好 利 好 義大利 真的是義大利嗎 德義嗎 不是 因為那時候 利馬鬥是在1600年代的時候 那時候還是那麼多 德國那時候還沒有成立 那個區域還是屬於義大利的 喔 利馬鬥是在德國的 德國呢 各位有機會去維也納 有看過利馬鬥那個官府 有沒有我們歷史課本上 看過利馬鬥那個官府的 你有看過那本書嗎 那是一本書耶 那是一本書 我在兩邊看 威納的地球儀博物館 欸 博物館 博物館 他那邊 他弄我書庫 大家說博物館 我看看 他的博物館 你們進去嗎 天文館 博物館有興趣過的舉手嗎 你太無妖了 我跟你講 就是要去裡面去翻啦 就是找一些 欸 居然有利馬鬥以前的 官府的衣服耶 各位有機會去維也納的地球儀博物館去 我剛剛還等 引衝講 我們在那邊看到這個 多興奮 以前只看到一夜 今天我看到一本書 一本書 因為 知道德國 是古蹟嗎 蛤 是原本的古蹟嗎 對 那不叫古蹟 那叫戰利體 所以他不是複刻的是原本的 原本的 這麼厲害 原本在那邊 正本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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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們 奧匈帝國之後 整個奧匈帝國的歷史全部不見 唯一那是屬於奧匈帝國 他們完全不見 完全不見 所以他們的博物館是可以讓你開放 大家你如果知道 你告訴我們 把那一段歷史譜回來 老師 我有一個疑問 像那個書籍的東西 他的紙張的話 應該隨著離開桌面 他是會空話 或是很努力 像如果他開放給 如果不是那個 他 第一個 他是 他一樣是幫了書櫃 第一個你會進去書櫃 你們看嗎 很少人會進去 而且那間 本身那間房間 就是 坦白講 不太人不會進去 而且那個房間本身就是 保存得非常好 特殊的環境下 很會很濕 對 那 只有我這種怪物 那我老婆說 你進去看什麼 我說我想去看 裡面有什麼好書啊 就是 就亂翻亂翻 怎麼有這一本 那他們都沒有換成德文 就不是原文 應該有 我不知道有沒有翻 但是 原本 那裡 他有很多書 我只是覺得 這本 我不知道有沒有拍啦 拍回來 因為 我跟你講 我在那邊我很想偷拍 最後我被人家發現 人家說 你再拍 我叫警察抓你 真的啊 你可以問我老婆 然後有機會我老婆來上台 我們在德國的時候 看到很多醫學的東西 但是很想拍 看到很多東西 根本以前都只多片段啊 以後要用Google眼鏡呢 然後呢 就想 那個時候 戴手機啊 故意 店長就在偷拍 就被抓 你再給我拍 我就 他講德語聽不懂 後來他就想翻譯來跟我講 你可能這樣的話 中國不會想要拿藥回來嗎 跟你講 阿達卡的學生去那邊都在玩 我這樣講那個 去鑰匙博物館的時候 阿達卡很騰去啊 不過說 阿達卡他有他的功效 像我們去維園人拉 自在使博物館 20台遊覽車 他講下 我就看他 我要中國人的 來幫我講解 講中文啊 那你怎麼辦 你是博物館 一個人 一個人 十歐元 四五歐元 二十台 三十個人 我要在機 很大耶 怎麼辦 聽到他們 就趕快從 從維拉大學 講中文 會中文的全部來 那你是學生 你會講 講多深 講得很膚淺 講得很膚淺 我們就在聽 比方說我們去 海德堡的自在使 鑰匙博物館 我們就聽他 他們在帶那個 根本都沒講到重點 那時候我就跟他講 人家這個帳面 就寫著這個東西 這些你不懂嗎 可是中國人就是不懂自己的東西是吧 對啊 我們都只是讀 李必是忍寧寨 李必是忍寨寨 李必是忍寨寨 幹什麼用 為什麼要發明李必是忍寨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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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教育叫做無聊,就是背背背 為什麼人家要幫你本身的 不知道,如果各位有機會去威娜的化學館 我們以前都讀過化學有金格的有沒有 金格結構 什麼碳啊、四方體啊 我那個時候讀高中化學的時候 大家,好痛喔 這不痛一點啊 你如果去德國的化學物館 金格結構就是金格 鋼鐵的金格結構 他的圖形就是 當時為了練鋼 鋼材 鋼材裡面還有很高的碳 那怎麼樣讓碳降下來 在5%以上的鋼材很脆 超高 那只有在5%到1%的時候 這鋼又硬又韌性 那怎麼把鋼鐵水裡面的碳 跑掉 第一個升高溫度 那會讓碳怎麼樣 讓碳裡面 剛剛有補風爐有沒有 為什麼要補風爐 吹空氣進去 吹空氣進去 二氧化碳丟出來 對 氧它會跟它碳 其實二氧化碳跑掉 溫度升高 碳也會讓它更容易走掉 以前都是 變鐵要補風爐 為什麼要補風爐 不知道 這些就是跟各位講一些 比較很好玩的 我們生活上可能過去 教科書上就只讀一段 請英化國 不跟你講 那也希望各位有機會 不要度蜜月 就是去玩的時候 去玩的時候 自助旅行 真的要這一生 我覺得 我這一生 玩最好 就是我 幫我規劃度蜜月 度蜜月 度蜜月行程 因為我那時候在忙 多理無明師 真的 麻煩 我就幫你規劃 那你就錢交給我就對了 好 想要 那就可以規劃三十天 去那邊 那叫什麼 付錢就對了 那你去看 各位 如果真的去歐洲 真的要去度 去 做旅行 一個才是三天 真的要去玩 好好地玩三天 自助旅行 要換店 我跟你講就是預先訂 不用住太好 不用住太好 因為你要玩才是重點 各位還能走 一定要趕快去 等到更長一點 不能走的時候 再去進的地方玩 像去歐洲的話 真的就是 你不可能騎車 也不可能騎摩托車也沒有 騎摩托車也沒有 又有點三度 要怎麼去 靠一件事 走 只靠一件走 你用的車 他絕對管制區域不讓進來 真的 那那博物館都很大很大 很棒 真的要去看 剛剛講說 利馬鬥是怎麼樣 他那個天文是 台灣的 不是 利馬鬥是 他是德國 他是第一個德國傳教師來 來完之後 他後來他沒有在中國 他後來回德國 回德國去教書 他教書的時候 告訴所有德國的子民 學生 中國只有三樣東西是好的 一個叫天文 一個就是醫學 第三個就是為政 為政 怎麼把國家治理好 所以 為政 說在哪一個 德國有個很有名的大學 台灣的法學 所有刑法 就來自德國的歌廷根大學 歌廷根大學 天文的話要去柏林 然後再來就是 醫學的話叫做海德堡 海德堡 海德堡 真的要去看 歌廷根大學 歌廷根 記得去這個大學城裡面 然後有很多的偉人 你們就可以去看一些 像 數學生通 高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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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歌廷根的 你就去 他們是 我剛剛講話 歌廷根是大學 歌廷根是一個城市裡面有個大學城 去大學去裡面看 他們每個城市都有個大學 每個城市都有個大學 然後大學都會有些地史人物 像我們的杜蜜月就是 從 就 走 1685年 從三一 三一學 之前我們兩個去英國 英國三一學院 然後去德國一些諾佩爾獎的 得獎者的大學 也都會一直看一看 蠻好玩的 歌廷根是在海德堡 法蘭特布機場比較髒一點 那你們可以說 如果去的自助旅行 就規劃兩個段點 中間就下來 下來 然後去好好的把這個大學裡面 他都會有寫一些 哪些 我們之前讀過的一些偉人啊 那就去這個學校去找 找到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很有成就 對啊 高師 為什麼來中國一下 這樣就知道中國的所有的經歷 他來中國很久耶 對 立馬鬥來中國 然後他就知道所有的中國的那個 他坦白講 他來的目的不是 傳教只是他次要 他重點是要知道 這個國家到底有什麼東西 寶貝就是有 寶貝啦 像我在跟你講 為什麼寶貝寶貝寶貝 對不對 去歌廷根 就一定要去看法學 教師 我們去留學英國的人 去海軍啊 那些 對 就是道理一樣 後來可以很清楚的 立馬鬥是影響 像德國他們民族的一個 你知道在德國的時候 你講像我 我記得去海德堡大學 那我都不講英文 我覺得我幹嘛要講英文 既然來這邊我 他們也不懂英文 我也不是英文很好 那我就講中文 嗯 你覺得呢 你知道那個老闆就跟你講 下次我就講 我跟他講再見 人家都講 Good by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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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的時候 第三天 他就跟我講再見 我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 會會 你知道嗎 他也聽不懂 旁邊就有一個 老闆他的意思就是 你為什麼會 他指的 那個台灣 就是會中文的 的留學生 就講說 沒有老闆請我來 幫他翻譯 然後順便教他中文 一天多少錢 一百歐耶 哇 四千 剛欣欣 然後為了 你知道 德國對中國 中國 是中國人 講中 非常之好 而且非常專輯 真的真的 你怎麼去了 所以我不喜歡去美國 我真的不喜歡去美國 我喜歡去德國 然後挪威 挪威也不是很有 還好 挪威消耗得很高 那衛娜 真的也值得 如果各位有機會去 值得去 這段有沒有人去過衛娜 你去問 威也娜的 這來幾個物館 還是你要去過哪幾個物館嗎 我們就在那邊 住了三天 套得完他 然後他們什麼東西叫 草莓 不好吃 不甜 他的優格 可以 可以 台灣的草莓才好吃 蛤 台灣的草莓才好吃 台灣草莓會甜 德國的草莓是不甜 很大 很大 那這邊就是 大致上如果各位有機會去歐洲 或去德國 那可以好好去大學成 那不僅是去大學成 因為我看到很多旅行 到了 這就是某某大學 好 來 總辦看的話 他真的建議各位可以自助旅行 然後去一個大學 好好的玩 就把那個 我們出發前 我們就開始收集 這個大學成有什麼人 哦 然後什麼人 就會有什麼博物館 他的辦公室 我就繼續去看 看完之後 你會覺得說 以前讀的課本都是 騙的 這樣說 二次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 在100年前 那奧兄弟 我整個所有的文化史 全部消失 像Cancer這個東西 我們春天來春天還有一個巨蟹座叫Cancer Cancer醫學叫做癌症 但是黃道十二宮的話 有一個巨蟹座 他英文名稱也叫Cancer 到底誰操誰 黃道十二宮的Cancer比較早 還是 癌症的Cancer比較早 那為什麼要超 為什麼要用癌症 要用Cancer這個字 很多人都說 因為癌細胞像 螃蟹 可是你如果有機會去看 在羅馬帝國時期的 那時候的巨蟹座 絕對不是螃蟹 它叫做龍蝦 它的圖案就是龍蝦 你跟庫國會不會找到 巨蟹座 它是長得像龍蝦 它不是螃蟹 有些地方是龍蝦 對 早期這個真的叫龍蝦 那是龍蝦 那所以說 到底癌症呢 是因為它長得像螃蟹呢 答案不是 各位有機會去威納的 威納大學 它的醫學史 醫學史博館 它有一個醫學史博館 在威納大學前面 它有一個蠟像館 我們人體所有器官 因為這邊有學醫就可以 這邊有多少學醫的 你有看過組織的肌肉 那些東西嗎 蠟塊啊 館長 在哪裡有 威納大學的醫學史博物館 它裡面有三個 在1895年 他們全部都做出來 像08系統 08系統 我們那時候在學接駁 根本是 這幾個層就這樣子 大隻長 快快帶過 對不對 那那時候 那邊各位有機會 因為以前我的教官就告訴我 一定要去看 那時候他們就把所有 我們說大象有沒有那個 德國那時候 為了他們那邊 有所有系統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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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建起來 好 那那時候 我有沒有叫什麼 Cancel 那那時候在 我們知道組織切片這個東西 在1910年的時候 1910年的時候 當時奧匈帝國的軍醫 他發現 我們今天 我們要讓人體的組織 看得很清楚 是不是 在寫文件下 是不是要越切越薄 對 越薄 可是要怎麼 如果太薄了 各位切肉知道 像火鍋肉太薄了 就把 破掉 所以這時候 奧匈帝國就想到一個方法 什麼 因為奧匈帝國 他產一個東西叫 死辣 死辣 我就把組織 泡在蠟裡面 我們現在 醫學界裡面 病理切片 有個叫死辣 八萬一八 有沒有 把它切 切得很細 切得很細 所以蠟是不是可以切得很細 病理切片切得很細 之後 他再寫文件下看 如果要看組織切片機 可以去那個地方看 他就寫1910年 全世界第一排 組織切片機 組織切片機 是什麼東西 各位去火鍋店 看那個切肉機器 就是那個 他那時候 就看 就把人體的組織 組織系統 一個找 就發現到人體有一個東西 有個亮亮的 亮亮的東西 不知道 不知道的光線 我們叫它X光 那怎麼辦 它相當天文的什麼 巨蟹座的 天色 等我用Stereo 讓各位看 它那個M44 鬼秀星團 所以在那個地方 那時候的GEE 他在他的辦公室的遺址 叫什麼名字 我真的忘記了 那個名字好難念 我回來查出沒有那個人的名字 真的都沒有 我特別找回來查都沒有 因為他戰敗的全部都被消除了 他的辦公室裡面就一台天文化美鏡 然後有一張圖 有一台骨質切片機 有一台顯微鏡 然後就上面畫了一個這個東西 他寫一個cancer 到底是天文的cancer還是顯微鏡下的癌症 不知道 但是知道是他在表示的是同一個東西 那我之前講了之後 有人就有那個linko長根病邪會上 就一群的病邪會 你說的不是你有什麼根據 我說因為他們當時你知道嗎 在1910年那時候顯微鏡發展到幾倍 現在顯微鏡現在看的是癌細胞都非常明顯 你知道1910年台灣的顯微鏡發展到幾倍 全世界的顯微鏡發展到幾倍 才發展到五十倍 五十倍而已 五十倍 你如果把 你如果現在可以拿到癌細胞 癌細胞 用Snowl幫我拿到iPhone切完 切完 放在五十倍下 照 就會看到亮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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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那個鬼秀的一堆是很像 所以說他就是他命名來的 那為什麼我們所有西醫 我們所讀的醫學書 腫瘤學都沒有這一段 因為在1917年 1914 不知道什麼是 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 戰敗 誰消滅 奧兄弟 奧兄弟會消滅 奧兄弟會消滅 奧兄弟會消滅